娘 我求求你了 我就是因为太盲从你了 能请你现在再为我想一想吗 我都快要崩溃了 娘知道你心里苦 可是要得到真正的解脱 只有让徐天璐尽快地受到惩罚 娘答应你 事成之后 娘再也不会干涉你的私事 娘也会尽力地去弥补大荣 像亲生女儿一样地对待她 可是现在 娘只有暂时委屈你了 娘 我尽量去 去试试 对大荣施压是一个方便 在公司的账目上 还得查 最好 在鸦片的账上 能多一点发现 还有 你要尽力寻找 我尽力寻找 徐天璐在生意场上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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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沙虹 你怎么来了 我是六卧 顺便过来看看你 对不起 也没事先打招呼 我 千万别说对不起 你跟我说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 沙虹 我只能告诉你有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够掌握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那你就别解释了 可我憋在心里我也难受啊 你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 我这次来是要告诉你 我要结婚了 沙虹 你要结婚了 你要 你要和谁结婚 达威 沙虹 为什么 你跟那个达威才刚刚认识不久啊 认识久了有什么用 我都认识你二十年了 现在还不是 沙虹 沙虹 我知道 我知道我做的一切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你真的不能这么自暴自弃啊 我就是要自暴自弃 我就是要让你一生都生活在悔恨当中 你就是个没有勇气 没有责任的男人 沙虹 你说的对 我是一个既没有勇气 又没有责任的男人 沙虹 我不是来这里跟你吵架的 我知道 我 我只是想问一下 你和大荣过得还好吗 好 我跟大荣现在 过得很幸福 不 贾阳 你骗不了人的 你骗不了人的 你的眼神明明告诉我 你们两个过得不好 你跟大荣结婚难道真的是另有目的 这跟你现在做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呢 沙虹 你别问了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你别问我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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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贾阳 你现在做的事情 除非你告诉我 否则我是不会过问的 但是作为对你之根之底的朋友 我要劝你一句 你不会骗人了 所以做有些事情之前 你千万要小心 你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一样一点都没变 被你发现了 你也没变呢 我觉得偷吃是最开心的事 你呀就做菜是最开心的事 江阳怎么样了 她懂事了不少 她在徐家你放心吗 她要是出什么事 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会保护她 不让她受任何伤害 可是那儿也并不安全 真要有什么事 你能跑得过去吗 我相信了 老天爷是睁眼的 家阳 怎么了 是不是大容她 不是大容 是沙虹 她请她来找我 说她要结婚了 结婚 我知道 她根本就不爱她 她这么做 完全是冲着我 佳阳 如果 她是这么一个 敢说敢做的女孩 你得提防着她点 娘 一个可怜的女孩 为了爱人的背叛 嫁给了一个她 根本就不爱的男人 你居然没有一点同情 还让我防着她 娘 你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佳阳 她 我真的做错了吗 我错了吗 娘 娘 owana 殷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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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是觉得不好 我想了想 还是买件新的吧 你早说 我手背 忙了一整天 还扎了好几只 你先去睡吧 我把这给做完 家阳 你得要想一想 他爹是怎么对我们的 你必须要皆尽所能 对他冷淡 必要的时候 该打就打 该骂就骂 绝不信任 娘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勇气 对他恨 对他怒 你让我做的这一切 我真的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汪冒车 来 来 来 豪宝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这样的人哪 你选吧 要么进来 要么就见你的岳父 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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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关上 过来啊 过来啊 我等了你二十年 你却忍心 看着我随便找个男人出嫁 一点男女之间的爱 你都表现不出 你还是个男人吗 你还是个男人吗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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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我为什么认识你 我恨我为什么这么爱你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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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吧 你给我走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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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恨你 我恨我 我恨你 这是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爹是个坏人 你该怎么办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徐天璐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你怎么办 你会去砍他吗 你砍他吗 你 你会去砍他吗 砍他 你今天能对我这样 将来你干爹 也会这样对你 他是豺狼 你看不清楚吗 为什么 他们都说干爹不好 小姐 吃早点了 小姐 我不吃 拿走吧 那你也该起床上班了 快点吧小姐 小姐 我跟你说了 不吃 拿走吧 那姑爷 什么姑爷啊 下去 下去啊 嗯 娘 怎么了 大柔 是不是下阳欺负你了 告诉娘 娘 小姐 小姐 上哪儿去啊 哦 衣服有些紧了 我想出去 叫裁缝到家里来不就行了 你应该在家里多多休息休息 别想着往外跑 我才出去过几次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过随口说说 你反应干吗这么激烈啊 我现在说不得你了吗 还是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 好了好了 算我不对 我这几天身体反应特别强烈 老觉得肚子里那个冤家 跟我过不去 好了 我还记得舒青怀大容的时候 可太平了 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肚子尖尖的 肯定是个儿子 你可千万要小心 要好好休息 千万别累着 给我生个大胖儿子 干爹 这么大半天你死哪儿去了 怎么了干爹有事吗 没事你也给我好好待着 你知道吗 你现在是我能跟外面联络的 唯一的一个手下 万一出事怎么办 你别跟你师父一样我告诉你 没什么 我先进去了 太太我干爹怎么了 你干爹这几天心情不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忍着点吧 妈妈你好 你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 妈妈您误会了 我只是 你告诉我 新婚之前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碰过她 嗯 是的 那你为什么要总让她撒谎 你是知道的 这对一个没有出格的女孩子 这意味着什么 妈 你就想跟我谈这个 你以为我想跟你谈什么 还是你从心里根本就没有在乎 根本就无所谓 不不不 是我不好 我是一心想取大容 所以我就 就怎么了 你就找个借口 做我们家的上门女婿 是 是我高攀了 既然这样 你就应该对她好一点 知道了 说吧 怎么回来这么晚 昨天大容睡得早 我回来的时候 门已经上锁了 我敲了半天 都没有把大容叫醒 所以 所以我就不敢再叫了 我怕把你们都吵醒了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 您可以问开门的 我什么时候走的 什么时候进来的 那她为什么一大早 还在那儿哭哭啼啼的 她可能是 没见着我着急的吧 或者 或者跟您一样 对我有什么误会 真是这样吗 大容她没跟你说什么吧 她要是跟我说什么 我还用得着来问你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 这一辈子什么都能忍 唯独不能让大容 受半点委屈 你们之间没事最好 要是让我知道 你再欺负她 妈妈 我不会了 我要是 让大容再受委屈 您打我骂我都行 进去吧 大容 刚才我听娘说 说你 昨天晚上 你去哪儿了 昨天 昨天我出门的时候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去会几个客人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看见门已经上锁了 我就 我就去既往哪儿了 你认为我锁门是无意的吗 你老实告诉我 回来之前 你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 误会什么 误会 可是阿红吃饭 进旅馆 难道我所见到的一切 都是误会吗 既然你都看见了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你的 我昨天是去见沙红了 她 她就要结婚了 我想对我们的过去 有一个了断 了断的结果 就是去旅馆吗 大容 这一点我真的很难解释清楚 但是 但是我和沙红真的什么 都没有发生 我发誓 你还想说什么 带着你的花言巧语 去哄沙红吧 大容 你误会我了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呀 我相信我眼睛看到的 大容 我爱心自己的明镜 远远要胜过你的 所以你放心吧 我不会跟我母亲说的 我会问你今后不再 找一切礼物 找一切礼物 你满意了吧 我哪儿 你还想想家 你又不想家 有个头 哪儿 封面 但你还想要 你还想家 过去 现在以后 我都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你现在对我出去 我不要听 给我走 走 走 你走 家阳也说你干爹不好 他说我干爹杀人 而且还不止一个两个 具体的我也没多问 不过 到一天干爹喝闷酒的时候 段段续续说过一些 我把他们联系起来 在干爹和家阳之间 似乎有一些 不一般的过节 所以我刚才开始 我每次都在干爹 都不能捐 这枚入口 都不一样 这需要 我每次都不是 这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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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夫人择乱大谋 你怎么在这种事情上 这么不小心呢 我是看不得 杀红失落的样子 又看不得大容伪军 难以理解的样子 我是欲言又止 自己都快憋死了 我觉得不能同时 伤害两个爱我的女人 也许我这样说 会令您很失望 但我就是这么不成气 娘也理解你 或许你这性格 本来就不会做这种事的 但是 娘又能指望谁呢 娘你别说了 都是儿子不好 我不是个果断的男人 我要是 我要是有既往的体魄和能力 那我 再忍一忍吧 就快出头了 她是我徒弟 这次我能活着来投败您 就是她最后关头放了我一把 你今天来我这儿 和我说了这么多关于徐天璐的事情 说实话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 顾先生 我现在性命攸关 怎么会撒谎呢 再说 她能够打败你做会长 完全是靠她大哥 我们找着了她谋杀大哥的证据 此事非同小可 我还要更多的证据 那就要找我徒弟想想办法 因为现在 只有她最能接近徐天璐 你跟我说的都是真的话 我还要提醒你 既然你的徒弟 能够听到这么多 关于徐天璐的事情 那就说明 在我们不知道的背后 她还有其他的仇家 也许 那些仇家 可以提供我所需要的证据 那是当然 她属敌太多 多得连她自己都数不清了 而且 我认为跟她大哥说清楚 就可以了 徐会长 现在已经是羽翼丰满了 她即便和她大哥反目成仇 她大哥 也未必能置她于死地 如果 她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那我一定会给她教训的 不过 我们一定要小心 耐心地等待机会 你再去查一下 她还有其他仇家的话 我们可以联手吗 我懂 当然 像寄望这样在她身边的人 如果用好的话 对我们来说 也可以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就是些水果吗 不就是些水果吗 是李啊 帮忙 帮忙 帮忙啊 你看 看到了 本性难改 只是她们做得更隐蔽了 不过 她们没有想到 报的货款太离谱了 还是逃不过我的眼睛 大不了就像子一样做了她 不能让这些东西流出去害人 你知道吗 可是 可是这次 没有你师父顶包 谁来擦这个屁股啊 大丈夫行得正说得响 干嘛要躲那苍苍 我去跟她说清楚 不 你别冲动 还是先找我娘商量商量吧 找你娘 找你娘 这个时候不能再找你娘了 这个时候得抓紧时间 你知道吗 王哥 王哥 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干爹啊 正是因为眼里有干爹 我才敢回来跟你解释 这批货不能发 您发了得害多少人呢 害人 你知道做这个的有多少 都是你干爹害的吗 首先你干爹是个商人 上家要卖下家要买 我一个船搭个仓库腾个地儿 真正要说责任也不在我 你快上家下家去 可您是南京商会的会长 应该是大家遵纪守法的表率啊 遵纪守法 真是和尚骂秃子 当年我竞选会长 你在外面打打杀杀 出了多少人命 那也叫守法吗 那都是为了干爹您 而且打的也不是什么好鸟 当然 您怎么惩罚我我都认了 但是贩卖鸦片这种事实在是害人哪 我爹 当年一条好汉 生生被鸦片逃须了身子 我看见战斗我对你的宠信 你忘了本了 你师父不在 我就不能教训你吗 来人哪 加法 是 是 你怎么不阻止他呢 这不是让寄望白白送命吗 娘 有这么严重吗 洪文露是什么人娘最清楚 不是 这不是 我 我 是 是 我 我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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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嘉阳 亨利伯伯 你不是在码头怎么会来这儿 出了点事 我想只有您能帮忙了 寄望 在仓库里发现了一批即将运出去的鸦片 就是因为寄望试图阻止 就快被我的岳父 活活给打死了 有这种事 一个行业商社 怎么可以私设公堂 草菅人命呢 他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亨利伯伯 这批货就放在码头仓库 我随时可以带你去看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救人哪 怎么样啊 鸭片的事还管吗 所有的事情 我都可以不管 这种教义 我活出命来 我都得管 接着给我打 打到他口服心服 是 住手 天罗 你怎么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亨利 你怎么会来的 我去仓库检查货物 发现了一批违禁品 特地来找你商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违禁品嘛 我发现了大量的鸦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利 我们的码头主要是搞货运的 谁的货 咱当然是无权干涉的嘛 天罗 国家百费待新 我们每个百姓都有责任 隔心除弊 更别说是看敌鸦片 在咱们眼皮底下贩卖 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除非你把我撤职了 否则 我在法庭上 也会给你对补公堂的 大哥 你就别生气了好不好 还不是你兄弟我 因为最近 这个业绩做得差 我才好货坏货全都吃进来了 我一时失茶就原谅我 要不这样吧 就把那批货全都给退了 这就对了 那他怎么办 他破坏了规矩 给他上上加法就没事了 待会儿就放他走了 天罗 我知道南京城里的商团呢 有着各式各样的漏规 但我们是要和世界商业接轨的 我们不是家族社团 在思想上不能这么陈旧落后 是 我以后都听你的吩咐 放了他 怎么样 要不我开车送你回去 坐在你车上也是受罪 要不你委屈一下 趴在我后座上 不用了 你慢点 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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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我是你兄弟 我能不来吗 走跟我回家 我娘会照顾你 江阳 让我送你们回去吧 你看今晚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好吧 走 小心啊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您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也跟他说了 娘 可是王哥现在伤成这样 他提出纵 乃是顺理成章的呀 毕竟他也是长辈 你要是 你要是实在为难 那我去请他立刻离开吧 等等 我来安排 文威 谢谢你把季王送回来 真的是你 你说的文威 他已经死了 文威 我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纵有千种意外 万种不适 难道我连跟你当面 说几句话的机会 你都不给我吗 我就问你一句 你跟洪文露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结拜兄弟啊 这个你也知道的 够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就是再有理由 不告诉我实情 也请你想一想 我一个人在外面 漂泊了快二十年 青春代价记恒 我为的是什么 为了近在咫尺 却相聚天涯 你站住 如果你还尊重我 这二十年来 你虽然截然一生 但是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 又比你独身漂泊 更悲惨的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你想过分担吗 哪怕只是一天 你知道有多少个夜晚 我都希望 你可以在我的身边支持我 给我力 让我还有勇气活下去吗 我发誓 如果我知道你还活着 就算你在天涯海角 我也会找到你的 可事实确实 你在天涯海角 我却在这里忍受煎熬 给我机会 我需要解释的机会 更需要用实际的行动 来补偿你 我不怕承担责任 请你给我机会 因为你是我唯一爱过的